一旦偵測到呢 車格位上有車進來的時候 他會立刻啟動拍照 以及車牌免費的功能 現場只要按下 這個腳飛案員 我們會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是因為設定 會告訴他說他現在 是進一段時間 已經要拓款的時候 有這樣一個兩千個停車格 做智慧停車 我想這個是在全國 甚至全世界都是非常獨特 那這次 世界的智慧城市聯盟 ICF的主席 來到台灣來到台南 我們這次入選 全世界的智慧城市的TOP7 就全區 本來台灣市就已經在實施擴張 那前頭擴張到全世界去 那這樣他經濟效益 會非常大 這個就是為什麼他說 這個整個台灣產業要升級 是因為需要 網路內有請 地方政府提供產業 讓台灣的操作 這樣 能夠台灣一些 相對比較明顯的價值 進行變化 進行到台南 航空中 有種發現 地方沿告 方向 生故 進行 感谢观看